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哥 今天我们就进行玩游戏猫的线材操作 他进来又有的还是查门 对方牵手回剑 看怎么操作二技能起来 哎呀 希望被人撸了 哎 人呢 好 这个一技能 一技能对方二技能 二技能过来 平敲 捞踢 气旋 把对方旋救 当着对方霸体不怕 不怕那个气旋 招了个人魔二技能开启 对方 没有动啊 这个舌头没吐到 赶紧跑 对方又开启一技能 窗窗窗 两架没创到 对方二技能 再一个熊猫 再一个一技能 再来一下 三段都打到了 平A 平A提升 提升之后 开了个那个什么 把对方 用大舌头把对方吐出来 然后平A打 然后一个气旋把旋救 旋救 然后平A 好像是网络有点卡 好 一技能一段两段 哎呀 还不到三段 直接把他解决了 我们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对方女之伯班 女之伯班的一技能可是很强的 一技能 对方一技能 算我们说的他很强的 然后一技能没有打断他 然后对方二技能 哎呦 这个敲黑了 然后一个二技能 想把对方按到地板上摩擦 没想到没摩擦起来 被人家气旋给旋起来了 然后一技能 把一刃平A一个一技能 哇好痛啊 然后提升 提升之后一技能 二段三段三段 哎 这打到一段啊 准备换气旋 哎 没有换个二技能 互动 哎 把对方弹开 弹开之后 可以换气旋了 哎 气旋对方一技能 开个大招 看能不能 哎呀 对方还有那么多血啊 看得好厚的样子 哎 对方怎么好像没去血的样子 哎呀 对方开了个气旋 把带控制住了啊 好了 结束了 这一回合结束了 长毛就这么被解决了 而且他没有没有替身啊 下一回合很危险的啊 不过他也是用了有日波班 而且还带了霸体 可以用霸体来一个状况啊 然后一技能 对方是先开一技能 但是被他打入了二技能 然后这时候 蹭了两个痘痘 哦 可以了 有两个痘痘 就有宽盘的机会 开了个乌鸦对方 然后他开原魔 把对方困住住了 对方乌鸦就等于白位了 一个一技能 打一下再丢个二技能 好 现在有大招了 准备 只要对方赶快提升 一个大招直接 躺下去对方 好 对方提升了 还跑了 一技能 哦哦 二技能 打完 回手掏 一个二技能 回手就是大招 我就知道他急急慢慢要放大招了 这个大招应该不会空了吧 又空了 哎呀 没有空 但是伤害打得很低啊 对方开了什么 开了个蜥蜴人的 那个通灵啊 哎 这时候二技能把对方打住了 打住之后对方突然一技能 啊 但他他比较慢一点 回走 对方来丢啊 没有第二技能 是被打了 打的会轰弄了 然后丢第二技能 虽然打的还挺激烈啊 就差六秒就快结束了 我还会要耗时间 第四个飞蛾 对方神秘秘秘秀兰 对方是最后一个了 能不能硬就看这一回合了 一技能 哇 这个 怎么涨 把人家涨飞了 然后二技能 对方没有提升 哎 这时候放了个乌鸦 把地方控制住 然后又这个 平A 要烹火了吗 烹火之下一技能 这个伤害很疼的 再丢个二技能 要卷起来 平A地方提升 提升开个霸体 好 又开大招啊 这时候对方应该是跑不掉了 大招 直接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